好 謝謝我們常委會大佬 司寶兄 好 各位記者朋友大家好 歡迎各位來參加今天的記者會 那今天記者會因為主要是央行升息之後 那到底有一些弱勢的部分 那怎麼處理 國民黨團由我們兩個代表提出相關的說明 第一個就是我手上是主要的民生貸款利率變重的情況 那因為央行升了一碼就0.25 比較重要部分我跟大家提出說明 第一個是財政部青年安心城屋購物貸款 這個主要是提供給鎖住購物的朋友 那一段式的部分 目前的部分前兩年 目前年期是1.43 那調整後是1.68 那第2021之後 比較舊的是1.40 那調整後是1.65 那另外兩段式的 包括前兩年是1.19 第三年之後是調為1.44 那第三年期是1.49 1.74 簡單講 調整後 調整後的利息 一段式的 就是1.68 那兩段式的 最高是1.74 所以基本上都調高了 那另外有關教育部的就學貸款 本來是0.9% 調完之後是1.15 那國民黨的立場就跟大家做報告 第一個是學貸的部分 學貸的部分 各位各位看一看 學貸的部分 其實有近八成是私利的學生 而且他們每月最新的資料是109年 畢業的經常信息是29,819元 假設學生畢業之後 他們的學貸相對的高 恐怕到30歲都還不完 那另外 學貸的問題非常嚴重 各位看到 到現在有80萬人在學貸 那貸款的金額總數是1662億 那個人的學貸平均是20萬7千元 那另外 跟各位報告 學生無力償還學貸情況非常嚴重 這個最新的資料是108年8月 跟104年比較 增加了將近四成 百分之39.8 反不起了 那高達百分之40左右 那貸長的金額到108年8月 金額高達將近50億 那貸長的比例也增加了9.3 那跟各位報告 那在各位很清楚 去年的金額性薪資沒有增加 那還負成長0.04 所以在這種大環境底下 金額性薪資負成長 那這一次又升息 所以國民黨的主張很簡單 就是有關財政部的青年安心成家購物貸款 這個部分都是手術購物貸款 幾乎都是年輕朋友 那現在調高到1.68到1.74 我覺得太高了 太高了 國民黨的主張 國民黨的主張 因為過去市場上 最低的房貸利率 過去還沒有調新 調洗以前是1.31 現在調整晚的 市場的利率最低是1.56 所以國民黨要求財政部青年安心成家購物貸款的利率 不可以超過1.56% 所以這個都是財政部所屬公股銀行在乘坐的 簡單講 有關手術購物 也就是財政部的青年安心成家購物貸款利率 建議不要超過1.56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有關教育部的就學貸款的部分 調洗之後 從0.9%調為1.15% 國民黨的主張 就調降為不只是不要調 因為年輕的朋友繳不起 那一況情況又增加 所以國民黨強烈建議 降為0.5% 不准 不只是 不只是 不要調升為1.15% 還希望調降為0.5% 中長期 中長期 希望能夠免息 因為其實政府利息也不多 一年大概30億左右 那以教育部 一年 將近2000億的預算 要負擔這30億的 相關的利息 沒有問題 所以有關 學貸的部分 現在是 0.9% 調整之後 是 1.15% 國民黨希望 調為 0.5% 中長期 希望調為免息 來照顧年輕朋友 他說央行調生 1.25% 他們可以 有部分領導 可以 貸款的部分 沒有全部反例 但是呢 存款的部分 他全部反例 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存款的 我就全部給你 加0.25% 意思是這個樣子 貸款的部分呢 我照顧你 我可以不要全面反例 這是公股行庫 公開講的 你可以查一下紀錄 我諮詢的時候 結果現在結果 我們總長講的 一聽 弱勢團體幾乎全面反應 都加0.25% 學生貸款的加0.25% 千年貸款的加0.25% 幾乎都是啊 對不對 你看 這個青年安心成屋 都 這個有購物貸款 從1.43%到1.68% 都加0.25% 兩年定存 1.4%到1.65% 也加0.25% 統統全面反應啊 跟我那天諮詢 剛好到電導啊 那天諮詢的 我的重點就是說 因為我聽到了 有人跟我講了 說 有一個光股銀行 我不要講那一家 他說他現在什麼事都不要做 躺著 每天睡覺 他一年就可以增加30億了 一年增加30億 為什麼 各位 因為我們的活儲 或者活存 他的利率是零年幾而已啊 很低很低啦 幾乎等於沒有 這一部分的金額很多 我跟你們想想 你的錢 口袋的錢 你的銀行的錢 你全部放定存嗎 不會嘛 你一定是放活儲 或者活存 請問你必須是多少 非常非常低 幾乎是零啊 那一部分 你公 銀行公算那一部分就好了 他就有30億啊 我說有一家關股銀行 就這樣子 他說躺著什麼事都不要做 就算30億啊 有需要全面反應嗎 所以我那時候就主張 而且我聽到了 說貸款全面反應 存款沒有全面反應 果不其爛啊 真的是這樣子啊 就是他等到過來 他做的跟講的 是不一樣的 他貸款全面反應 弱勢團體 都不放過 青年的安心成家貸款 他全面反應 學貸幾乎也全面反應 那這個跟他 關股銀行在 立法院公開承諾的 剛好相反 這一點我們要請責 而且第二個 央行政府是整體的 央行突然的 調升立馬0.25% 那是很多的各位 我們原來也要認為說 我會這麼快或者半馬 結果他是硬馬 這時候行政院就應該有一個專者的單位 或者成立臨時的小組 對這些弱勢團體 包括 學貸 包括勞工的貸款 你要整個要去幫助他 我在昨天也問了財政部長 他一推250 他說學貸 是屬於教育部管的 勞工紓困貸款 勞工有紓困貸款喔 各位記得吧 我們的疫情的時候 有紓困貸款一個人10萬塊啊 那一部分 那一部分 你可以不可以特別來處理 財政部都不知道啊 各位 財政部長 他所屬的關股銀行 他都推給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的結果就是全面翻令 勞工紓困貸款就已經這麼困難了 然後這個時候提升 一馬 對這些弱勢團體 剛才我們的總召會特別提到了 我們的 勞工的平均的薪資 是副成長的 結果你現在 他要貸款 他就有困難才貸款 結果你貸款利率 全面翻令 學貸全面翻令 各位 這樣的政府 是非常不負責任的 現在政府 他 當要增加人民負擔的時候 就是市場機制 全面翻令 但是 他口口聲聲說照顧弱勢 總召特別提到的就是舒適 我覺得很棒那個舒適 教育部一年兩千多億的 一個預算 學貸如果免息 就30億而已啊 我昨天就特別問了財政部長 我就說這一部分 能不能夠全部關股營養全部吸收 就不要漲了 不是說那個 不要漲了 現在我們主張是更應該要調降 因為萬物皆長啊 各位萬物皆長 可是有一些補助 我們補助沒有漲喔 我們的補助沒有漲喔 CPI不斷的重新高 美國現在的同盆CPI七點多 一般預估今年他們的FED啊 FED啊 會調七次 所以今天這兩天的當中史也是很辛苦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這是全面性的 全世界的 因為 這個時候政府應該有全面的 對於弱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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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學生 全面的怎麼照顧 我們覺得最艱難的部分就是 或者全額吸收 或者 全面吸收 他的漲幅的部分 來請雲昂 特別關顧雲昂 這一部分 你就不要一次到位法 你就不要全面吸收 全面反令法 這已經公開他們公開講了 結果他們做得剛好相反 這是我要補充的 謝謝 好 謝謝 請問 各位記者朋友有沒有提問 沒有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 有關明天立法院院會要處理 憲法修正案的問題 我們黨團明天早上 8點 會召開黨團大會 會擬集共識 我們一定 有具體的想法跟做法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